一、整军促学 二元相征建安八年三月 曹操再次进攻袁上和袁潭获得大胜 四月攻下了夜城 五月曹操回到了许昌 刘甲信屯兵黎阳 自此袁上袁潭势力基本没有影响力 除少数民族问题外 整个北方也基本平定了 同月曹操发表了对于军功分配和败军的惩罚制度 当时大家默认的行事 是主要奖赏打胜仗的 而对于败军没有特定的惩罚 早些年诸侯实力不强大 老子打了败仗 称死了换一个主攻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此项制度出台以后 曹操集团内部军队 如果因主观原因败军的就要接受处罚 如果对整个战局有被动影响的大过错 就要免去官位甚至爵位 曹军此举一出 我们可以看出 曹军已经强大到了一个程度 他掌兵已经握有完全主动权 在这个前提下 对士兵士气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也有很大帮助 曹操此举在卫书再更申令 有更详细的解释 小编再次不做赘述 七月曹操认为自从天下大乱以来 年轻人都再也没有人意礼让的风气 这令他很悲哀 自此各郡国应该重新重视文学 如果县中满500户人家就要有主管教育的官员 在当地选取搞学问的人来教导他 天下即使乱但是教育不能废 这是有利于天下的事情 八月曹操进攻刘表 大军杀到了西平地区 这时曹操突然赶往了叶城以南地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二元开掐了 元坛和元上哥雅开思争夺济州 元坛被自己弟弟元上击败 跑到了平原 在整个过程中 元上进攻元坛越打越猛 越追越急 元坛走投无路 居然派遣新疲前去曹军请求救兵 这个老冤家来请救兵 很多人都充满了疑惑 只有寻忧劝曹操应该许诺他 根据卫书记载 曹操认为刘表无能 不会在我北上时偷袭我 元坛和元上狡猾 应该趁乱进去整个北方地区 借元坛的手来进攻元上 收复失地 好处大大的 十月 曹操来到了黎阳 假装和元坛有好交往 甚至曹操让儿子曹整 娶了元坛的女儿元氏 两家结成奇怪的亲家 裴松之认为元坛还未过丧期 应该只是许诺 先走个行事而已 无论如何 元坛和曹操结盟 北上进攻元上 这时元上慌了 立即回到了夜城 此时东平的吕矿 吕翔背叛元上 投降了曹操 至此屯阳地区也平定了 二人也被封为列侯 根据卫书记载 元坛至为解除之时 偷偷将将军应售给了吕矿 表示收买之意 吕矿转手就给了曹操 曹操看了之后 称知道元坛这些小伎俩 想让我攻打元上 自己巩固实力 以为就能和我叫板 其实元上被打败我会更强大 怎么会害怕元坛呢 二 元上军败 元坛受斩建安九年正月 济河与恶气的水成功引入白沟 以至于粮道通常 曹操势力范围内的粮食运输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月 元家也学曹操开粮道 武安厂引凯屯兵茅城 他打通了上党的粮道 同月元上又率军攻打元坛 派遣苏油和审配守卫后方的叶成 曹操抓住元上出兵的机会 进军来到环水地区 苏油直接表示投降 曹军到了叶成就开始进攻 也学起了关渡之战元绍对自己使用的计谋 那就是堆土山 挖地道 持久战并不好打 叶成虽然难攻 但破城是时间问题 曹操在这里耗时间没有意义 于是曹操命令曹洪继续进攻 自己则带领另一部分将士攻击银凯 攻破了银凯之后归队 在邯郸地区 人上派前举狐来防守 另外加一聚 这个人就是举兽的儿子 对于举这个姓氏 主要分布在河硕地区 曹操面对这些孤城绝不手软 将邯郸城也一起拿下 战后韩范 梁琪等县令也主动投降 被封为关内侯 5月曹操放弃了堆土山挖地道的战略 赶用水计 饮张水灌城 城中因此饿死多半人 直到七月圆上才回来救援夜城 曹操的将领认为 此事应该赶紧回避 但是曹操指出 袁上从大道进军 当然要躲避 但是如果从山路往回赶 就是擎拿他的好机会 不久后来报 袁上果然从西山山路前来救援 并在浮水边上扎营 根据曹满传记载 曹操听说袁上从西山救援时 认为整个冀州不久后 就会落入囊中了 曹操趁袁上立足未稳 围住了袁上的迎战 还没有真正交战 袁上就害怕了 赶紧派出殷葵和陈林请将 但是曹操不接受投降 围困之势越来越紧迫 袁上没有办法 打字必败 只好继承他老爹的长处 趁着黑夜逃跑了 袁上一逃跑 曹操大军假装正义发动进攻 马延 张义等袁上的将领立刻投降 其余的人都四散逃跑 曹操此战后获得了袁上很多物资 还得到了袁上的应售 并将应售给城中袁上的家人看 城中都以为袁上已经战亡 人们的哭声不绝于耳 8月 沈沛的侄子沈戎野种打开了东门 沈沛绿兵进攻曹操 战败被杀 自子夜城被曹操完全控制 曹操攻破了夜城 亲自来到了袁绍的墓前祭祀 痛哭流涕 还慰劳了袁绍的妻子 将掠夺的宝物尽数归还 额外赏赐了很多礼物 并开粮仓表示资助 当然 孙城认为因袁绍有谋逆剑月之心 曹操枯焚是很不对的一件事情 何况在公共场合 早些年间 袁绍和曹操起兵反抖 袁绍还问曹操如果行动失败 应该割据哪里 曹操却将问题抛回给了袁绍 袁绍认为自己要南去黄河 北方到燕地和带地 兼收荣笛等少数民族 以北方为根据 往南可征天下 曹操却说自己要任用全天下人的智慧 用道来统一全国 九月 曹操命令河北地区 经受了袁氏的罹难粮食欠收 今年的租赋将全部免除 还强调了豪强不得随意兼并土地的要求 百姓为此欢欣孤悟 不久后汉县地封曹操为祭周牧 于是曹操将眼周牧奉还 曹操在进攻夜城时 袁潭趁机攻取了甘陵 安平 渤海 和尖等地区 袁上败王逃到中山地区后 袁潭依旧不依不饶 袁上不得不又跑到了固安地区 袁潭的势力再次加强 曹操得知非常生气 认为袁潭违约 并将以前的婚事罢免 进军攻打袁潭 袁潭非常害怕 就跑到了南皮 12月 曹操通过努力 将曾被袁潭攻占的地方抢回 字字平原诸县平定 建安十年正月 曹操对袁潭发起总攻 袁潭败阵 被处斩 而袁潭的老婆孩子们也进阶辅助 字字冀州地区完全平定 根据卫书记载 曹操攻打袁潭时 从早上到中午还没攻下来 曹操见识不妙亲自敲鼓 士气大震 在不久之后攻下了南皮 袁潭被杀 袁潭还在颠沛流离中 袁潭最后一点能量也灰飞烟灭了 曹操也下令原来和袁潭 一起作恶的从今既往不救 民间不允许私自报复 同时还指出范围内禁止后葬等政策 当月 袁绍中子袁熙的大将交出 张南等等人叛乱袁熙 投靠曹操被封为列侯 袁熙和袁上就跑到了乌丸地区 三 稳定北方 夯实基础建安十年四月 黑山贼张燕率领部中十多万人投降 被封为列侯 对这段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看小编以前的文章 虽然有投降的部中 但是赵独 霍奴等人却杀害了幽州刺史和卓军太守 三郡乌丸出兵攻打咸鱼府 北方再度出现混乱 八月 曹操只好清征北伐 斩杀了赵独等人 幽州平定 之后渡过路和攻打乌丸 乌丸大军逃跑 九月 曹操引经据点一大堆下令百姓们应该重视风俗 并不是所有的特性风俗都是低俗的 应该互相尊重 明便是非 此举在某种意义上规范了北方的风俗和道德标准 十月 曹操回到了叶城 早些年间 袁绍曾经派遣自己的外甥高干领 兵州牧 曹操攻下叶城后 高干投降了 曹操不计前嫌封他为兵州刺史 但是高干听说曹操北伐乌丸 就立刻叛变 绑架了上党太守 举兵守住胡关 曹操命令乐境 离点进攻 高干只得退守胡关城 双方僵持了下来 建安十一年正月 曹操亲自进攻高干 高干听说了以后 让自己的不将守城 自己前去匈奴地区 求救于他们的蝉鱼 但是蝉鱼并未接受 曹操围攻胡关三个月 最终攻克 高干就往荆州地区逃跑 最终被上落都尉王眼抓住杀死 八月 曹操东征海贼管城 来到了淳于地区 派遣乐境和离点进攻并攻破 管城跑到了海岛地区 曹操收复了部分地区后 又将地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划分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三郡无安借此层不断扰乱幽州 侵略汉民十多万户 对北方造成很大的灾难 起初袁绍曾经采用通婚 交换质子 过季等方式将两势力维持在一个平衡点上 辽西的柴玉踏盾是几个势力中最强的 也是被袁绍最忠实的 曹操也对北方其他民族 遭有忌惮和担忧 这次他下决心要好好整理一下 但战争准备还是需要时间 在积极整顿军务时 曹操还下令在地方上凿取通水 其中有平鲁渠 泉州渠等 建安12年2月 曹操回到了叶城 起草了新的命令 曹操认为自己起已除暴安良 至今已经19年了 每次战争的胜利 都不是我的个人功劳 而是士大夫的功劳 天下未定 还需要当政者和士大夫一起努力 自己不会只坐享其成 最终曹操决定英公封大功臣20余名 其余按照功劳依次受封 对英公去世的也有所顾忌 四 北伐乌安 称霸中原内政整顿得差不多了 曹操就准备开始教训一下 清扰幽州的乌安朋友了 仲将刚听说曹操有这个打算 就抛出了一个问题 原上是一个逃兵 一敌不会重用 北方的事不难解决 但是在北伐过程中 如果刘备劝说刘表偷袭许昌怎么办呢 这是国家料定刘表不可能完全相信刘备 劝曹操出兵北伐 5月曹操率军来到了吴中地区 7月遇到大水 田丑采用请老乡做向导的方式 化解行军难的问题 除了卢龙赛 但是赛外道路不同 地势复杂 曹操军队经过长途跋涉 来到了敌方的势力范围 继续进军不到200里 乌安就有所察觉了 袁上 袁西 踏顿 楼班等人率领数万骑兵对阵 8月曹操来到了白狼山 和敌军主力部队相遇 此时乌安兵抢马赵 曹操的马车在大军之后 装备不完善 很多将士都表示了恐惧之意 曹操此时下车来到了一个高点 看到了乌安阵脚不争气 就下令进攻 命令张辽做先锋 果然敌军大败 阵斩了踏顿 其他民族和汉族的叛军和叛民投降者 有20余万人 辽东的禅于素布安和当地的豪强 看到局势大败 就和袁上 袁熙一起跑到了辽东地区 当然 他们身边还是有几千骑兵的 袁上和袁熙以为跑到辽东就安全了 早些年间 辽东派手公孙康因为封地很远 并不服从朝廷的管理 曹操攻破了乌安 有人劝曹操进攻公孙康 这样就一定能抓住袁上兄弟 曹操认为自己已经让公孙康斩杀袁上和袁熙 不用再用兵了 9月曹操从柳城回军 没过多久 公孙康果然斩杀了袁上和袁熙 以及素布安 并将手机交给了曹操 将领们都很惊奇 就问曹操这是为什么 曹操认为公孙康虽然很害怕袁上 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不过如果我记着讨伐 对方会以死相拼 我不着急 公孙康就会顺势帮忙长个面儿罢了 11月曹操来到了溢水地区 带军被打服了的乌安蝉鱼们主动前来祝贺 表示自己的诚意和归顺之意 综上所述 曹操在关渡之战战胜了袁绍以后 不断利用袁上和袁潭之间的矛盾 来扩大自己的战争优势 最终斩杀了袁潭 在内政方面 曹操积极开通渠道 梁道等对治理地方有很大益处的资源 对于军工制度 封赏制度也有新的举措 面对袁上和袁锡的逃亡问题 曹操能够抓住机遇 顺便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 在避免战乱的出发点上 合理地利用心理战 让公孙康自愿地杀掉了袁上和袁锡 最终和平解决争端 自此曹操的势力基本形成 因为四年后自己称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